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有序集合中的一些命令 那接下来呢 这节课把剩下的常用命令 我们一起来说啊 好那现在呢 如果你想根据我们元素的一个 想获得某个指定元素的一个排名 根据分数来获得排名 这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命令 来一起看一下 还剩几个常用的啊 Zrank 它是获得指定元素的排名 根据分数 从小到大的顺序 那有从小到大呢 肯定就有从大到小啊 那接着语法比较简单 Zrank一下 Key加上一个Member 你想获得哪个元素的排名 那现在我想获得一下Key元素的排名 Zrank一下 PwP Scott 加上一个Key 那首先来看一下Key排的多少啊 你看到一共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你看到一共我们可以统计一下Z Zkart 获得一下有序集合中元素的个数 一共18个 那你看到Key排在第17 第17 记住下标是从0开始的 你也可以来使用一下Zrange 你看到第一个元素它的下标是0 那现在看到Key是17 那接着排名应该是16 你就可以通过我们这种形式 Zrank来获得Key元素的排名 根据分数来获得第16 这样的效果 按照分数从小到大的一个顺序 那可以从小到大的也可以从大到小 和它对应的一起来记第14个 加上一个倒置是不是就可以了 Zivrank 也是获得指定元素的排名 根据分数从大到小的顺序 语法呢 也是一样 Zivrank Key加Member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如果从大到小的话 那King应该排名第1位 来试验一下 第1 那个吴雄是不是排在第0位 Score 加上一个King 要简单 对照来记 所以说你记住一个命令 下一个就记住了 你看排名第1位 也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两个常用的命令 那现在你想计算我们有序集合的一个交集 包括并集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命令来实现 那第1个呢 那第1个呢就是Zinter 它的作用呢就是计算 有序集合的交集 并将结果保存 起来呢 起来啊 语法稍微有点不一样 它多了几个 参数 多了两个可选参数 Zinter Store 接着呢 你要保存到哪 Destination 那现在呢 你要计算几个集合的一个交集 更生一个Number Kiss 再往下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计算集合的权重的啊 一会呢 通过例子来告诉你什么叫权重 第一个集合的权重 第二个集合的权重 接着呢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AGG GATE 来计算一下 我们交集中 元素如果重合的话 是计算它的合呀 还是它的最小值啊 还是计算元素的最大值 那默认的也是最小值 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做一个例子你就看到了 我们先添加几个元素 Zi的 Test Size Test Sorted Size 1 添加几个 1 A 2 B 3 C 接着再添加一个集合 有序集合 Test Sorted Sorted 2 接着呢 10 A 20 B 30 C 那如果计算交集的话 是不是ABC 都属于我们的交集中的元素啊 对吧 那它们的分数 当重合的时候 它们的分数怎么办 默认的是做合 求合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你就可以通过 Z Inter Store 保存到哪呢 写上一个 IES IES Test Test S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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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写上一个 两个集合做交集 那现在不指定权重 先看一下 只写这一个必选参数 实验一下结果 少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Key啊 你看 保存到哪 两个 你少加了 我们要做哪两个集合的一个交集 把它粘过来 第二个 第二个集合 这一次就没问题了 好 成功 你看到 它返回的是一个交集的元素的个数 你可以 Z Runge 一下 IES Test Sorted E 零 负一 那得到的A 你要带有这个分数 加上一个V字 Scores 你看到A 默认的这个分数 是不是做了一个合呀 对吧 1加11 同样的 依此类推 默认值 当你没有指定第三个参数的时候 默认 当我们的元素 重名的时候 它的分数 左和 那你也可以什么呀 你可以来试验一下 当你指定第三个参数 写上一个 A G E G T 你写个Sum 这也是它的默认值啊 写和不写效果一样 当然了 你也可以求这两个重复元素 第二个啊 我们是不是写错了 A A G RE 少写个R 少写个R RE啊 Agree Git 所以说报错啊 这次来看 把它保存到第二个 成功 那接着你再Z range一下 结果的第二个结果 保存到这里 你看到默认也是求和 当然了 你可以求和也可以求他们重复的时候最小值 把它稍微复制 最小值指定一下 不写Sum了 写成什么呀 对 Me 包括最大值也可以 来试验一下就可以啊 保存到第二个里 第三个里 好 接着Z 认识一下 3 是不是求它的最小值啊 对吧 没问题 这是2 这是3 同样的求最大值也行 写上一个4 把它变成Max 简单来试验一下 那最大值应该是10 20和30 写错了 这是 这是1 这是4啊 好 成功 接着Z 认识一下 IES Test Sorted 4 0 -1 VS Scos 那应该是10 20和30 没问题 一个会了 其他的是一样 这是2 这是3 刚才写错位置了 好 没问题 那接着还有一个 看第二个可选参数 第一个可选参数 VS 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权重 它可以设置每个集合的权重 什么叫权重呢 也就是在每个集合参与计算时 元素的这个分数呢 会乘以你指定的这个权重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Z Inter IES Test Sorted 5 接着两个集合进行计算 当然两个可以 三个也可以 Test Test Sorted Serta 1 接着Test Sorted Serta 2 你想指定权重的话 通过VS 那第一个呢 假如说我们要乘一个2 第二个呢 乘一个0.2 你看一下效果啊 它也就是在计算集合的这个分数的时候会乘以这个权重 那如果没有指定第三个参数 默认的是什么呀 对 做何 之后 W EI少写个E 所以说命令错误的时候 那这就肯定会报错了 不用说 那同学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也一定把这些常用命令记住 不论你使用什么API来操作的时候 肯定也会用到这些常用命令 Z认识 加上一个 IES TESTA SALTED 50-1 VSSCOS 那你看到 第一个结果是4 那为什么是4呢 你看到当第一个乘你的时候 A的分数是2 它乘以0.2乘以它的权重 是不是正好也是2了 加一起结果是4 没问题 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求和 当然剩下的求最大值最小值 你自己来试验一下就可以 这是计算有序集合的交集 并且将结果保存起来 那可以计算交集呢 同样的我们可以来计算 并集 可以通过 Z UNI STO 计算 有序集合的并集 也可以啊 也是将结果保存起来 那接着看一下它的语法和这个差不多 Z UNI STO 接着呢 你可以指定一下保存到哪儿 来设定一下几个集合参与计算 接着呢 来指定一下集合 集合 点点点 同样的可以指定一下集合的权重 权重 和上面这一块差不多 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啊 那这一块呢 你就可以参照着我们上面计算并集 计算交集的一个效果 来看一下你的并集怎么来做 同样的看到刚才的那几个啊 我们这一次来换一个再添加几个 Z I 的 Test Uni Uni 接着写上一个SATA1 添加几个元素 1 A 2 B 3 C 来设定一下 再添加一个ZI的Test Uni SATA2 再添加一个4D 5 E 6 F 那现在计算并集的话 交集肯定没有交集了 那并集的话 是不是把他们两个结果合并起来啊 对 没有问题 同样的你还可以再来一个啊 假如说写成一个 7 A 那现在你看到A 是不是和第一个结合中的A 是不是有重复呀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指定一下 他们是做和呀 还是求最小值 还是最大值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啊 Z Uni STOP 写了一个Uni RES 1 那计算两个集合 你就可以这样来写啊 Test Uni 1 Uni SATA1 这样过来就可以 Test Uni SATA2 来试验一下 你没有给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 成功 Z Uni Uni 到Uni RES 一 两个集合 我们看一下结果啊 还没有添加这两个啊 没有添加 先添加才能计算啊 又新来了一个 三个元素成功 再新来一个 好 那这一次呢 你再执行刚才我们写的这个命令 返回交集并集中元素的个数 接着你C RUNGE一下 Uni RES 1 0 负1 VS SKOS 默认是作合 你看到 A的分数是多少 对 8 那你看到 A在这指定是7 这是1 默认是作合 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呢 你也可以来指定一下 把它一复制 简单试验一下就可以 你可以求和 写上一个 AGG RE GAT 写上一个SUM 当然的 你也可以求最小 值 把它重新保存一个 第二个结果 简单试验一下就可以 这和刚才的一样的 Z RUNGE一下 UNI RES 205 负1 VS SCOS SCORES 你看 A还是8 当然的 你可以求和 还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把它变成3 9 最小值 和最大值 接着你再 ZRUNGE一下 这是求最小值 那A的结果应该是1 那最大值呢 你可以简单的试验一下 就可以啊 接着是4 MAX 这是求最大值 好 我们简单来试验一下 同样的你也可以跟上我们的权重 你看A的值是7 其他的就是一个并级的效果 那最后呢 你可以加上一个权重 写成一个 假如说结果是5 权重呢 加上一个VS 第一个乘一个2 第二个乘一个2 来看一下结果 好 那接着再ZRUNGE一下 写成一个5 这是我们有序结合中常用的命令 你看呢 咱们就算A就行 A是16 接着第一个乘以22 第二个乘以24 加一起是16 这是我们的 计算有序结合的并级 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呢 你也可以在这后面来指定一下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可选参数 也是可以的 那下来之后呢 我们这些有序并级的 这些常用命令 都给大家过了一遍 那我们这个REATIS中的这些 数据类型 不同的数据类型 以及常用命令 已经带着大家过了一次了 那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要学习一下 REATIS中的一些高级部分 像我们的这个事物啊 包括主从呀等等 以及像我们的发布订阅 那最后呢 我们还会通过P2P 来操纵一下我们的REATIS 来看一下通过程序 如何来操纵我们的REATIS 帮助 好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